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26號審議博物館發草案 立法委員曾天才表示 全台21家國家及博物館都有原住民族文化典藏 但卻沒有整體性的分門別類 認為對原住民族文化保存沒有保障 因此要求草案第六條新增 未收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 目前我們原住民族的相關的文物 分別善機在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館 對於典藏、研究、展示、展覽各方面 都有非常大的一個切憾 所以我們希望利用這次的博物館法的草案 明確的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原住民族委員會 應該設置原住民族的博物館 這個提案完全能夠符印 符合落實原住民族法第十條 那麼國家應尊重並保存原住民族的文化 將得一個規定 另外就政策來講的話 目前行政院和本會也正在推動 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設置的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所以本會樂觀其成 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 原民會也樂觀其成 表示已經規劃且進行選址設立原住民族博物館 預計五月前就會明朗 希望原住民族相關文物點藏保存更完整 繼續怎麼站大陸立法院採訪報導 好 感谢观看